老师你说其实蓬佩奥未来的角色很重要哦 对今天晚上七点多 大概蓬佩奥会在松山机场出现了 那这个蓬佩奥他本身来讲的话 是一个过往 大家在川普时代的时候 认为说最挺台湾的一个美国国务卿嘛 所以其实台湾民众对蓬佩奥 其实感情还蛮深的哦 因为这个蓬佩奥他过往来讲的话 他在位的时候 他打破了过往的这个所谓建制派的一个设定 所以呢通过了很多提案 通过很多这个对台湾友善的法案 另外来讲的话 还有批准很多的对台湾的军购 所以力挺台湾的力道其实不小 而且甚至于在中国 在美国来讲的话 赶出了这个中国的间谍 赶出中国的留学生 还有把那个休斯顿的这个领事馆 把它关掉 所以其实大家对蓬佩奥的过往的对政绩 清台抗中的政绩 其实还蛮高兴的 所以你看到这个台中的这个 一个里长 竟然在蓬佩奥还没有来之前 然后把他这个欢迎蓬佩奥的这个看板 给他挂上去了 那当然他是要选举嘛 是要蹭身量 但问题是什么 蓬佩奥也看到这个东西 所以你看到这个是在蓬佩奥的脸书 也把说对他的脸书 他亲自回应说 他很高兴跟他太太准备到这个 因为这个地方是欢迎他的 抗议他的 那你再想一件事情 如果这个要选里长的 能够蹭身量的话 代表是有票的嘛 对啊 所以在台湾来讲的话 这个里长说不定就真的当选了 也不一定 对我们那么好谁不喜欢 所以你看到这个国民党 这边还在讲什么话 谁先不提 我现在重点提一下 这个蓬佩奥来 其实未来来讲的话 他是一个非常专业 因为他西点军校第一名毕业的 然后他在担任国务卿 这个事实上还有很多政绩 所以未来我认为 因为他并不在跑团 因为今年来讲的话 如果说我要分析一件事情 就是说今年十一月 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个其中选举 那其中选举参议院 众议院都会有议员要去参选 那你看到现在川普在做什么事情 就是跑团嘛 就到处这个站台嘛 反正川普在跑团 对川普在跑团 然后蓬佩奥是没有在跑团了 那川普为什么要跑团 因为他想要2024 想要重出江湖 他看到拜登镇 他想了出来了 但是这个当这个蓬佩奥 他看起来是在今年的时候 没有做这种事情来讲的话 未来他可能是没有装脚 没有装脚的话 我再相信因为这种技术型的官僚 他可能不太轻易的出来选总统 那这样的因为欲望来讲 美国选总统不外乎就是参议员 州长或者是像雷根就是演员 那他不是说没有机会出来选 而是说我没有看到他正在 做一个政治动作的一个东西 那他未来呢 我认为他最佳的一个位置 应该就是白宫国安会的这个顾问 就是现在未来可能给川普 提供更多的这个意见 那跟他同行的 好像川普下一次真的机会很大 我觉得他机会蛮大的 而且选上机会很大 对拜登的民调已经降到30多%了 那事实上如果再看到今年的 这个其中选举 共和党应该可以在参议院过半 如果过半的话 那很多法案都过不了 就是说民主党提的法案 可能过不了 那拜登就变成颇角总统 那如果拜登变成颇角总统 他后面两年政绩怎么推 他要推什么这个基础设施建设 他要推什么东西的 事实上都会受到一些 共和党的阻碍的话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可能身外会更加低 而民主党内到底有谁可以出来 再出来跟川普竞争 所以你看到川普这几天 不是很大的狂言吗 我们看到乌克兰跟俄罗斯的事件 说他说什么 他说在位的时候 这个普丁绝对不敢对乌克兰动手 但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代表说他是有能力 可以去阻止这个普丁的嘛 因为只要要镇压坏人来讲的话 要一个疯子来镇压坏人 不是吗对不对 这是开玩笑话 但是事实上是的确如此 那未来就是蓬佩奥其实很重要 非常重要 因为他未来的美国 在对华政策 对中政策 对整个全世界的相关对台政策 都还是由他说了算 并不是说他 有决定性的影响 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我认为他整个共和党里面 会非常倚重他的一个外交长彩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讲 这个昨天就已经到达了 这个拜登的代表团 但是这个代表团有个特性 他是跨党派 这个麦克尔玲 他其实是在小布希的时候 就是担任白宫的这个国安会的 这个主任 就是那个葛林 对 那这个他他这号人物 他其实过往是研究日本的 那对台湾也非常友好 因为我们曾经常常演习 跟他进行演习 那另外这个 就是麦艾文 这个是欧巴马时代的时候 亚太主任 在白宫的国安会的白宫主任 那这两个其实就是真正的关键人物 因为这两个是回去写报告的 这两个为什么要写报告 写给拜登政府说 未来要对台湾要在做什么事情 那另外呢 你看到这个穆伦 他本身是参加 这个曾经是这个小布希 跟这个欧巴马时代的 这个参谋联席会议主席的 这样的一个职位 那另外两个女孩子 就是说女性来讲的话 他就是专门就是在 不同的政府当中 有担任过国安方面的 所以这一团来讲的话 事实上是国安跟军事方面的要角 那刚好发生这个俄乌事件来讲 拜登其实要展现一个动作 就是说我把这个相关重要的人马 派到台湾了 而且他们是做行政专机来 他们不是自己去搭什么迷航机过来台湾 他是真正的是弯流的那个行政专机 直接降落在松山机场 就特使团啊 对是政府授权的特使团 那这一团来干嘛 就是来看看现在台湾的防备能量 到底现在的状况 台湾需要什么 在这个节骨眼上面 中共会不会对台湾动武的情况之下 他就把这个外交动作非常非常明显 不只是前几天在台湾海峡通过那个 江森号的这个伯克级的驱逐舰之外 另外他也做了这样的一个外交动作 这显示拜登政府很重视 不过我们台湾的有些媒体 就是刻意的把这两个团队做个比较 就说是不是因为蓬佩奥要来 所以拜登是不是要赶快派一个特使团来 然后来表达说他也是力挺台湾的 如果说这个事情我认为是对的话 就是说因为我还是支持说 这还是有他的内部的因素 共和党民主党对台湾的力挺力道的之争 那这个东西我们就假设他是OK的 那这时候会发生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台湾不用怕了 为什么因为你整个美国 你看到美国拜登上台之后 其实有一段时间还是在制裁中国 但是有一段几个月的时间 好像软弱下来 大家会比较害怕说拜登政府是不是 又被中国是不是这个资金 或是金钱吸引过去了 但是后来你会发现 俄乌事件发生之后 整个全部倒到反中反俄 所以你看到现在 接下来要其中选举 有一个人就是专门在闹拜登 那个人就是川普 那也就是说拜登 如果你接下来要对中国采取比较软的 对台湾比较不好的 今天川普就会修理你 因为川普就会告诉你说 这个要挺台湾啊 要抗中啊等等之类的 那这样的事情一发展下去来讲 然后我反而觉得对台湾是个好事 因为你看这样的 虽然我们国内有些媒体 想要衰言衰语 去挑起共和党民主党之间的这样的风策 但是事实上 你要仔细再去深层观看 这些两边的共同目标 不就是就来挺台湾吗 所以对共和党民主党来讲的话 他今天有一个其中选举摆在那里 每一个政党都有不可输的压力 那不管是川普提出的政策是怎么样 拜登会再加码 所以这两边再一直加码下去的话 台湾相对来讲的话 可能未来受到美国更多的一个重视 所以就是因为不同政党反而觉得台湾不可或缺 是啊 所以不只是半导体嘛 不只是军购啊或者怎么样 未来你看到 不要让台湾变成下一个乌克兰 不是大家这么讲吗 但是今天这个俄罗斯的状况 其实就是未来 中国未来的写照 因为就被孤立被经济制裁 所以今天台湾来讲的话 不走上俄罗斯那个道路 就唯一的方法是什么 还是防备自己 让自己的武力更强大 因为毕竟来讲 乌克兰他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 大家感觉好像不会打仗啊 松松散散的啊 等到战争发生的时候 当然团结一致 大家很欣赏他们 但是问题是 你在这之前 是不是应该有更多的准备 那当台湾 之前还在讲说都讲半年了 也没打呀 对不对 但是台湾在看到这种现象说 还真的会发生战争了 所以怎么办 备战嘛 备战的话 让美国更多的军武 强化在这个台湾的国防上面 那这一团来的话 其实就在看 台湾有没有什么样的军事漏洞 或者是说有些东西必须要强化的 那他们把这些硬件带回去之后 拜登政府可能下一波 会有更多的一个对台政策出台 所以他们会有这个军事专业的人来 就是要来观察 台湾现在你现在缺什么 我们回去赶快帮你们补上 对为什么 因为他不是派那种什么参议员啊 众议员来 那种是政治人物 那种是跑发用的 那种是专门在国会投票 投票部队的 那这些人全部都是专业人员 因为这些人我们都接触过 那特别是麦艾文 还有这个葛林 这两位我刚刚提到的 他们回去都负责写报告 一个在Asia Society 一个是在CSIS 后来他们都有担任 做想定啊演习啊 跟台湾的进行的一些互动啊 等等在台湾有很多朋友 所以原则上他们非常了解台湾 也知道台湾需要是什么 然后报回去给拜登政府 拜登政府再会去提案 然后再对台湾来进行一个 更多的一个协助 我们的一些互助 也会有很多互助 感谢观看